嗶 嗨 我又來到日本了 我剛下飛機 現在在吃東西 現在時間是 2點14分 我剛剛呢 在飛機上 這次很幸運 沒有在吊護罩 因為我每次出國 每次都會吊護罩 要嘛是放在廁所 要嘛是放在飛機上 要嘛是放在櫃台 我這次呢沒有吊護罩 但我的那個書吊了 所以我剛剛呢 其實有大概一個小時的時間 是在找書的 所以現在想坐下來 現在呢 就是找一個地方 坐下來 然後 坐著咖啡這個東西 處理一下 公事的部分 然後呢 我就要坐車去找我姐 我之前來日本就是 我是自己來 然後 看我姐有沒有空再來找我 但我這次的目的 就是主要是 為了我姐而來 所以呢 我會住在我姐姐家 這很特別耶 它竟然是餡餅裡面包飯 它竟然是餡餅裡面包飯 晚上8點 昨天走到了一家 咖啡 又是咖啡廳 這是我的晚餐 好健康 因為我是在哪裏帶走 我身上還沒有任務 所以 正在找不到 不用付現金的地方 我剛超窮 我剛去逛街 然後拿了一大堆 然後玩 結果我要付錢的時候 他說我不能用信用卡 所以我拿了一堆 然後我不能付錢 我就走了 傷心 不錯耶 好喜歡看到這種文章 老爺爺牽著老奶奶 穿情侶裝逛街市 超可愛 希望我老爺爺這樣子 現在 在幫我姐姐洗碗 昨天呢 我後來就沒有錄了 因為一方面趕車嘛 然後 反正想說 見到我姐姐可以開始錄了 結果我姐姐整個超級低氣壓 然後了解了一下情況呢 就是 因為這次的那個 哈吉貝颱風 在日本好像叫 第十九號颱風 整個重創我的家園 我們家整個淹水 河水 溪水都倒灌 我們家是在栗木 算是很嚴重的災區 我姐姐那時候給我看 手機的警報啊 就像我們會有地震警報 他的那個警報已經發到五級 就是直接寫說 請你保住你的性命 就是已經非常嚴重的程度 然後 我們家算還好 算幸運了 淹到膝蓋 其他地方 很多人是淹到 整個家都沒了 然後 淹水很難清理嘛 因為日本的家裡 都是那個榻榻米 會很吸水之外 那個土啊什麼的 全部都會滲進榻榻米的縫隙裡面 然後我姐因為 回去我媽家幫忙打掃 所以她很多她這裡的事情 都沒有辦法處理 算是今天才回到她的工作崗位吧 所以她也是超忙 而且我姐這邊好像是栗木 唯一一個沒有太嚴重災害的地方 所以呢 附近昨夜那邊 醫院也都受到淹水的影響 沒有辦法收病患 所以造成我姐這邊 湧入大量的病患跟傷患 所以她今天也是超級爆炸忙 我姐說 我媽家那邊 連超市啊 便利商店啊 都沒有辦法正常運作 然後她 上個月才很開心跟我分享 她存了很久的錢 終於買到車 她還帶車子去 貼模啊 改裡面的東西什麼 超像男生 我覺得我跟我姐這方面蠻像 就是我們 都喜歡一些很男生的東西 不然就是做一些很男生的行為 反正就是她才跟我很開心 分享她買的新車 結果呢 就因為颱風泡水 她整個爆銷了 完全壞掉 所以我昨天就替她覺得很難過 然後我就沒辦法再露營了 那洗碗啊 我覺得洗乾淨就是要聽到這個聲音 哇 我姐這個沾板好新奇喔 而且也可以變成這樣 好酷喔 喔 這樣就可以滴水了是不是 我也要去買一個 好酷喔 你知道怎麼沒有一個那個 固定它怎麼樣的發色 有啊 有看到沒有 跟我們買的東西一樣 嗯 我的也比較 好酷喔 你這樣好酷喔 你這樣好酷喔 你不要怪我沒蠻鹹跳 我給你們看我的鮮腳 怎麼會有人穿那麼漂亮在家裡煮東西 其實呢 我們本來 晚上終於等到我姐下班 我們已經計劃好要去吃好料的人 然後順便去買點東西 然後呢 我也穿得太漂亮亮 那樣打扮好 想說可以來拍個穿搭 錄個那種很出國悠閒 開心的Vlog 結果呢 不知道為什麼 車子發動不了 然後我們處理了很久都搞不好 所以 所以 就沒辦法等 因為我姐明天還要很早起來上班 所以呢 我們就放棄了 我們就趕快回家自己煮東西吃 所以你們看一下我今天 我穿鎖 滿足一下 開穿搭的玉毛 怎麼會有人穿那麼漂亮在那邊煮東西 看起來就很有事 現在時間呢 日本的9點38分 如果我們等到那個秋色的來 吃完回來可能11-12點 我姐也沒辦法沒有碗睡覺 因為她每天5點 但比較起床 所以 今天真的有油 做得很好 先趕一下煎的燒焦 你們知道嗎 不要以為我技術不好 我姐晚上 如果不是要陪我出門的話 她是根本就不想吃 香檳之上 我是不是一直吃 來看一下 冰箱的有什麼 可以喝的 登登 嗯 很愛喝果汁 很愛吃水果 我最喜歡的區域在這裡 麥片區 超多麥片 我每一個口味都想吃 所以就每個都這樣 今天本來想說要出去買零食的 因為我姐不太吃零食 所以沒什麼零食可以吃 小店鍋超可愛 一個手掌那麼大 她的微波爐 可愛的我 好了 我的晚餐 好了 我姐不吃 所以只有我一個人吃 喝一個 會有橙汁 姐妳的ipad可以看youtube 可以啊 姐妳是沒訂閱我 呵 妳看 搜尋第一個 就是我欸 搜尋第一個 小極限 哈哈 原來我姐木木關心我 喔妳有訂閱我 但妳關閉我的鈴鐺 呵 怎麼可以這樣呢 我幫妳開啟 哈哈 鈴鐺是我有芯片 她會提醒嗎 哇 她不知不覺我的片 已經有滿一個版面了耶 耶 好 你們好看 欸 這是我們那個 季冠軍賽的下一場欸 湘米龍的臉怎麼這麼像狼 湘米龍是狼嗎 湘米龍是狼嗎 她們的摸摸 她們很零碌 她們剛剛有帶了七號跟九號 可是 她們剛剛有帶了七號跟九號